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狀況 第二個是 多吃白色食物就能幫助美白 要舉圈囉 艾瑞世代再準備囉 茵茵的年紀 我不怪你喔 她是覺得我很笨 可是白色 比如說杏仁或白豆漿 不是都會變白嗎 以前狂喝豆漿 那你覺得一個黑人 每天吃藝人會變白嗎 對 有些食物可能有美白的作用 那不是所有的白色吃了 都會讓滿用吃白紙好了 真的 我想我自己從小是異位性皮膚炎 是喔 就是那種非常慘 就是你知道異位性皮膚炎長關節 一抓 關節 你知道很多都是重點關節 我是除了關節以外 還有身上全部都是 好辛苦 很慘 所以其實你看我的皮膚 你看其實是花的 其實那全部都是疤痕 我關節都是黑的 現在沒有都好啦 但是也滿深 那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曬太陽 然後我以前不知道 就跑去曬完太陽之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跟別人黑的感覺 看起來不一樣 是全身髒髒的那一種 然後人家都會說 你為什麼看起來沒洗澡 因為這邊都會黑黑的 黑貓貼 對 黑貓貼 你不是這樣講嗎 對啊 那有真的是疤 就後來我去看了那個皮膚科 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曬到的是 疤痕變黑 不是我的皮膚科 不是我的皮膚科 變黑 對 那是因為我從小身上有太多的 就你看我脖子這邊都是黑黑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後來我都一直蠻注重美白 不管是吃的打的 任何東西我其實都吃過 對 之前我在網路上查 因為我常去泰國玩 他們有一個就是號稱漂白劑的 維他命C 泰國的醫院出的 我想說泰國人這麼黑對不對 是 他們如果白都能吃的白 他們那邊那麼有名的話 表示他很厲害 我還特別跑去泰國玩的時候 去特別找那個維他命C 後來他說 他是非常非常高單位的 那我就想說就吃看看 我拿到之後就直接打開吃了 很沉澡 我吃了大概一個小時以後 我看我的皮膚的底色已經白 已經白了 真的 但是很恐怖的是後面就是 我大概吃完一個多小時 那個以後 開始漸漸覺得胃超級不舒服的 因為他可能太高單位了 我整個胃食道逆了 太酸了 對 然後我到我去跑去他們那藥店 就是買那個胃藥去吃 燒到這整條超痛的 結果後來我就不敢吃了 那個觀眾朋友聽到這一集 千萬不要跑到太陽去買這個 不要亂吃 我們讓專家來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毅力 好 這題答案當然就是錯的 對 那剛剛請乃哥講到一句話很對 就是說你不管吃什麼顏色的食物 白色不可能變白 黑色不可能變黑 但是有些食物確實可以讓你有 就是美白的功能 可是這個必須要長期吃 其實維生素C本身就可以阻斷 黑色素 所以我們常常很多 你在聽到說 多吃維生素C高的食材 可以幫助美白 這件事情是對 但是你不能激量太高 尤其你剛剛那個風險很高 高激量的維生素C 它會造成所謂的就是胃痛之外 它會脫毛 會有就是長期吃會脫毛 然後再來就是說會造成就是反覆的 有點類似像維生素C缺乏的症狀 因為你已經適應那麼高激量 你把它拉低之後 你會開始口角炎 然後有的時候會那個嘴巴會破掉 對 所以其實很嚴重 那甚至於太多維生素C會造成結實 所以這個要提醒大家不要隨便亂買 我們在講說食物會可以讓你美白 這件事情 我早期有碰過一個30歲左右女生 然後她為了想要讓自己變漂亮變白 她就很 那時候很流行喝一個就是檸檬水 對 大家應該有記得有陣子 大家會覺得檸檬水除了美白 又可以排毒什麼的 然後她早上的時候 她就喝一杯300cc的 就大概裡面有150cc的原汁 加上150cc的那種開水把它加起來 她就空腹喝 然後她就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又變漂亮 然後再泡一杯就是1000cc的那種水 然後每天就是只要再口渴 她就喝檸檬水 喝檸檬水 那當然你想當然就是說 她最後就造成她的就是 但是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食材裡面 你要挑選高維生素C的食材 檸檬不是第一名 而且它很容易造成就是胃不舒服 你反而可以吃一些 比如說像比較安全一點的 比如說像 那我們正常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每天一顆的 其實它就達到我們維生素C的 這個需要量 所以其實你吃東西是有幫助 但是它必須要持續 然後還有就是 最常聽到就是那個 那個所謂的這個 有沒有 常常你會聽到說 吃藝人 吃甜點 可以保護皮膚 然後可以美白這樣子 那有些人吃了之後 覺得有幫助 那為什麼呢 其實藝人裡面 它很多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助你 除了血糖穩定之後 它可以幫助你排便 那有些人可能 因為長期沒有排便 所以它一排便之後 它覺得氣色比較好 那當然有幫助 那但是實際上 藝人它的真正功能 是降血脂的功能 所以你在選擇食物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達到所謂的 就是吃東西要美白 第一個你就是要持續 然後第二個 對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選對食材才是對的 如果你想要白 你一定要先知道為什麼會變黑 對 那其實以美容的觀念來講 你要注意四個步驟 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說 曬太陽絕對是造成你老化 還有你皮膚變黑的主要原因 所以第一個步驟 你一定要先做好防曬 再過來 你曬太陽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皮膚會變紅 對 紅了之後就會變黑 對 那其實皮膚變紅是一種發炎反應 如果你曬了太陽 你就是要先做一點就是抗發炎 譬如說你可以 有一些脂脆成分 它是可以舒緩曬後不適的 再過來 你的皮膚不要變黑 首先你要去阻斷黑色素形成 因為黑色素是一種保護機制 曬了太陽 皮膚會覺得我要分泌黑色素 來抵抗陽光對我皮膚的傷害 第三個就是代謝 那你皮膚代謝 如果我們加強它的代謝功能 皮膚一層一層往外推 所以皮膚又有做好防曬 那麼它也是越來越會 越來一層一層白回來 那第四個階段就是說 那如果我已經黑了 然後我已經有斑點了 那麼怎麼辦 維他命C它是可以 慢慢的去還原你的白皙膚色 所以你只要注意這四個點 基本上你的很清楚 可以讓你的皮膚呢 完完整整的不會曬黑 很快就白回來 是 大家看我現在這樣應該沒有猜到 我小時候是黑肉底的 真的嗎 我小時候最多 黑深處是不是 對 我是黑肉底 但我兩個妹妹呢 天生皮膚白 你看我很容易就變這麼黑 因為現在只要有 沒有有照到太陽的地方 手臂跟胸口是不一樣 那你現在白產了 三天 對 那因為我有兩個妹妹天生皮膚白 你知道他們小時候的綽號 叫做娃娃 就像洋娃娃一樣白皙皙的 那我的話呢 沒有什麼綽號 我爸就說 那你就是黑黑黃黃的 黑黑黃黃的 那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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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尊重 沒有 我爸說黑黑黃黃的 像一隻猴子一樣 這樣很可憐 所以我從小都是不能錯過 任何美白的方法 最近因為夏天快到了 我真的用到了一個 非常厲害的東西 我想要帶來給大家 就是這個 我跟你講他們家這個 真的很厲害 是因為其實我之前用過 他們家的保養品跟彩妝品 都很好用 但是這一瓶呢 它叫做 衛星美白精華 它從巴黎時裝中 後回來台灣之後 我才知道 然後它之所以叫做 衛星美白精華 就是因為它像衛星一樣 可以360度 防堵我們肌膚 有可能會生成的黑 還可以全方位的 幫我們的肌膚 達到亮白還原的效果 它這裡面添加兩個主要成分 有兩個 足量的 大家可能不照我來講一下 它這裡面的傳明酸 是食藥署規定 法定最高劑量 3%的傳明酸 那傳明酸就是有效 防堵黑色素的生成 就像醫美在打的美白症 主要的成分就是傳明酸 但它裡面還有 乙肌維生素C 這個也是食藥署公告 是公告有效的美白成分 它其實還有添加的 來自西太平洋 珍貴的植物萃取 它可以舒緩我們 曬後的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用起來也很舒服 另外它還有 來自法國的珍貴植萃 是可以幫助我們 像老師剛剛說的 要變白就要增加肌膚的代謝 它還可以幫我們 加速肌膚的代謝 那要怎麼樣證明 它裡面的維生素C的 含量夠高呢 我今天帶來一個小小的實驗 給大家看 很特別喔 這個是一般的點酒 老師 那我這個裡面 其實就是普通的自來水而已 什麼都沒有 老師你可以幫我加一點點點酒 進來這個杯子裡嗎 好的 它現在就是自來水 跟一個褐色的點酒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化學性的反應 它就是一個氧化還原的實驗 這個是我們的溫馨美白精華 那我就這樣子滴一個激管進去喔 等一下神奇的事情就會發生了 滴一些些進去之後呢 大家看看 我現在要攪拌囉 出來了 這不是魔術喔 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氧化還原反應 就是我們褐色的點酒 只要碰到足量的維生素C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褐色的點分子 還原成沒有顏色的點分子 是喔 那它這裡面真的是有足量的 維生素C濃度夠高 老師 你再幫我加一點點酒進來 沒問題 好 不要喝了喔 不要喝不要喝 加進去 你看再加一些點酒喔 我再攪拌一下 它還是變白了 就表示它的維生素C的含量 是夠高的 然後濃度是夠的 這樣用在我們的臉上 可以達到有效的美白 然後像我自己平常用的習慣呢 這樣子一拐一點點就可以用 先把它放下來 它的流動性很高 它就是一個水乳狀的 所以你輕輕的上臉之後呢 這樣畫圓輕拍 我來 我自己來 乃哥你滴我 我滴你 我剛剛 你滴我也滴好不好 滴一下滴 我比較黑啦 我比較黑 我跟你講看到那個 很快 那個點酒做的實驗 很快吸收耶 而且透亮 天啊我才按三下耶 透亮 你看我兩隻手 細緻透亮 發燒的 它馬上就吸收了 你看 完全看不到精華液在 全身都可以擦 對 全身都可以擦 然後你擦在臉上 它完全也不會黏膩的感覺 像現在夏天快到了 有些人擦這種精華液的時候 會很怕黏膩的感覺 它不會 它就是一個流動性很高 吸收非常快速的 未吸美白精華 那它這裡面還很棒 是因為 像我之前用敏感性肌膚 用一些美白精華的時候 會有點澀澀不舒服的感覺 但它這裡面添加了 茹木果油 所以在一般美白的時候 它會幫我們進行保濕潤澤 然後我連胸口身體都會用 可以 鏡頭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這個臉 是很澎潤水潤的 就它不會有乾乾澀澀 脫皮的感覺 完全不會是澎澎的 所以用起來真的很舒服 那因為它有加速肌膚代謝 平常用美白精華刀 等好久才有感覺 這個不用 這個兩個禮拜 就會讓我真的是美白到 直接亮白一個設計 像現在母親節快到 我覺得最大孝順媽媽的方法 就是我們跟著媽媽 一起保養 一起變美 這樣才是最孝順的 好棒的 謝謝 謝謝大家 我不想看到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亦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脫框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